陳時中開嗆 告訴大家 這樣耍嘴皮子不好 網友笑瘋了 他醒了 原來他知道耍嘴皮子不好 你看到他過去怎麼耍過嘴皮子 記不記得 信守年來可以想到十句 粗暴言論大可不必 三加十一我負責 人與人的連結 不要太不滿 校正回歸 違解封 要怪怪病毒 自主應變 世界怎麼跟得上臺灣 我人生的座右鳴就是盡責 哈哈哈哈 好不好笑 真的蠻好笑的 這就是耍嘴皮子 真的是第一名 真的第一名 但是他嗆這個蔣萬安 有沒有 說這個蔣萬安 因為蔣萬安講這個上書很機靈 然後你看看 現在很有趣 蠻罕見的 每個人都害怕自己被告 但現在所有人都在說 陳時中拜託拜託來告我 有沒有朱學恆 我們昨天講的朱學恆 徐巧新 羅志強 今天又來一個 這個大家也很喜歡 有沒有 這個卡提諾狂新聞 在影片上就放上 這個韓國電影的這個圖 對比 有沒有 就是這個陳時中 本來說要提告要報案 也就是說歡迎二創 不知道在講什麼 那大家現在全部都放 全部都放 來告 拜託來告 拜託來告 為什麼陳時中 到現在還不告呢 好奇怪喔 另外他報孩子的照片 也被大家拿出來講 因為你記不記得那天他在 報孩子的時候臉很臭 我覺得很奇怪喔 不管一個人再冷酷的人 通常手裡面是嬰兒的時候 那個臉上的表情自然就會柔和 你知道 我覺得那是一種 人性的一種反應 因為太可愛了嘛 然後你會小心翼翼的 把它呵護得很好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天看了那天照片 我也覺得很奇怪 哪有人報孩子是這種表情 看起來就是滿臉不高興 而且旁邊那個媽媽都有點怕 雖然是個假嬰兒 但因為她沒有拖住孩子的屁股 就是抓住腰這邊 所以很多媽媽就想把手伸過去 幫她一個忙 後來大概這個事情也讓很多人覺得 原來你是這種人 結果馬上就PO出 以前小時候這個抱孩子的一些照片 等等之類的 不斷地在調她的人設 不斷地在調 不斷地在調 那說到耍嘴皮子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大家最不能接受的 主要就是蔣萬安 棉智馬桶的事情 他說上書大人真機靈 陳時中很憤怒 一個做過律師 有法律背景的候選人 這樣耍嘴皮子 我覺得這樣不好 下面通通都是網友冷嘲熱諷 只准自己耍嘴皮 不准別人耍媽 最會耍嘴皮的受不了被嘴 很像老爸在擺架子 叫小孩子不要頂嘴 笑死插話王 說別人耍嘴皮 這個介大使你怎麼看待 陳時中叫別人不要耍嘴皮 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笑的 對啊 他這個缺乏自知之明 還有就是他反正就是信口胡言 我記得他以前還講說 這個病毒跑得沒有 公文跑得沒有病毒塊 對啊 這個人這個說謊是挺有天才的 什麼還有他氣質防疫 好像不是他講的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 太多慶竹難書 都是這個已經把所有官員的人設 全部都破壞掉了 一個國家的官員 其實他是從事 蠻嚴肅的公共事務 把台灣政府的人設破壞掉了 完全破壞掉了 他這個是負責 肩膀上藏了很大的責任 尤其在這個疫情期間 真的全台灣的老百姓的生命 掌握在他手上 而且你看政府什麼時候 給一個官員 給了他八千多億 把所有資源給他 當時通過那個特別條例 還給他一種準司法權 那給他太大的權力了 結果這個人是如此的玩事不公 如此的對任何的事情都沒有一個嚴肅的態度 然後推責任 然後還含沙隱色 然後做壞事的時候 臉不紅心不喘 然後你看他發生多少事 吃喝紅酒對不對 去唱歌 都是在他公務的時間 然後他還要把自己講得跟聖人一樣 而且我覺得 因為防疫這件事情牽涉到人命 那他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大家或許也可以諒解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盡善盡美 但他對於人命這件事情 沒有什麼溫度 就是讓大家最不能接受 你看抱著孩子 臉的表情這麼臭 然後臺灣死多少人 他說要怪就怪病毒 有沒有 就大家自主應變 你指揮官 我自主應變 我還要你幹嘛 有沒有 什麼世界怎麼跟得上臺灣 不要太不滿 然後我負責 粗暴言論大可不必 我的意思是說 每個人可以留下很多金句 這金句有正面的 有負面的 但他留下的金句 其實都是打臉他自己 最好的一個句子 所以今天由他去笑蔣萬安 說耍嘴皮子 難怪大家會說 陳時中你醒了 所以其實他選這個選舉 等於是讓自己的過去那種惡言惡行 再次拿出讓全臺灣老百姓 再重新再來檢視一遍 給大家一個檢驗的機會 檢驗的機會 我覺得他走這條路也是 我覺得也是上天懲罰他的一條路 真的 他實在是沒有必要 然後很多事情 不是不報很快現在就要報了 很快要報了 他這個 我覺得我還是認為 他們有刑事 法律上的責任 因為我是做公務員 過三十年 這也不能說自己戰戰盡 可是自己知道自己的職責 你自己該盡的職責 你憑著良心去做 然後盡量去做好 然後尤其在這個國家主義災難的時候 你看看去護航一個民間的疫苗 然後去阻擋民間去買疫苗 然後出了問題都是他們的行政的問題 比如說那個三加十一 這個時候 然後最後還要把萬華抹黑 然後他居然笨到說 再回到台北市來選 萬華老百姓會忘記他嗎 他那個時候到達萬華一爬 這種作為 不要說做一個市長 他真的做一個人 這種都我覺得都不夠格 那還要妄圖大位 這個時候大家就要來檢驗 不會忘記他的 我覺得他真的是讓不曉得他自己會不會反省 可是我們會隨時提出來 讓他知道他走過的路 這一路走來看到 就不只是能力跟品格的問題 還包括法律的問題 我覺得法律的問題很重要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 我請漢庭談一下 這個蔡英文最近要拉台 這個蔡起上很喜歡酸爐秀燕 有沒有之前他就講什麼 很多女性候選人把自己稱作媽媽市長 但他們對市政毫無貢獻 大部分的心力放在送往迎來 就不得了 你知道網上炸鍋了 每個人都在講什麼 這個你誰送往迎來 你送往迎來一批一批的美國爸爸吧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盧秀燕 我覺得他真的也很高 他怎麼回應呢 總統辛苦了 這五個字不得了 網路炸鍋了 高下利劍 媽媽對臺妹的寬容 態度決定高度 媽媽市長根本是完勝 面對總統冷嘲熱諷 抹黑事實 五個字 整個完勝 漢庭怎麼看 還有同時要講的就是 這個蔡奇昌很高興出席一個動土典禮 然後講到中火等等 他不講中火就罷了 他講中火你知道台中人就會生氣 對不對 中火說實話執政黨的態度是什麼 盧秀燕態度是什麼 大家很清楚 然後呢 值得注意的是他跟言清彪同臺 這個怎麼綠營就在講 這個拔妝成功等等 但是網友腦袋超級清楚 記不記得民進黨之前 把人家言家打成黑道 你現在是怎樣 蔡奇昌在支持黑道嗎 言家就突然洗白了嗎 是這樣嗎 你怎麼看待在整個臺中 雖然蔡奇昌目前民調差得很遠 但總統用這種方式 讓自己的弱點徹底曝露出來 還有之前怎麼樣算人家言家是黑道 但是現在在一起同框 認為這是一個好消息 這都是民進黨接下來敗局的一個原因 因為他們過去沉溺於自己過去 不論是公投或者是補選的勝利 那總認為說 只要自己的這個網軍跟媒體 大力的洗下去 總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 那結果沒想到呢 這個從陳時中以及林志堅 整體的年輕支持度大幅下滑 所以怎麼辦 他們才必須要走一些 比較更加更用力的要去推 但是更用力的去推呢 他必然嚴多必失 或者更用力去推的時候 他就會越過中間選民 能夠接受的一個限度 那自然而然就會導致更多的不滿 所以陳時中如此 然後呢鄭運鵬如此 那蔡奇昌也是如此 當蔡英文的這個冷嘲熱風 他如果平常講一講的話 可能還沒事 但關鍵還在於盧秀燕市長的回覆 就簡單五個字 總統辛苦了 不僅是高下立判 而且讓我們覺得說 蔡英文真的是小鼻子小眼睛小肚肌腸 腦力耗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冒冒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電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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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I444